美中对抗斗燃升级 中国官宣沉默一天后密集发生专题 香港反送 中抗争最新动态 Some are really clean Ktuvier Original资料照片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 朗普 左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照片创建于2020年5月1 4日 华盛顿在美国推出制裁香港措施之后 中国官宣在沉默一天 后密集发生 进行反击 美中对抗斗燃升级 但美国专家指出 外交 大门并没有关闭 中国不可能移应到底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志坚在 周一 6月1日 的记者会上说 美方领导人对中方的种种指责完 全网顾事时 所宣布的措施 严重干涉中国内政 破坏中美关系 必将损人害己 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赵立坚还说 美方任何损害中方 利益的言行都将遭到中方坚决回击 美方阻挡中国发展壮大的图谋住 定不会得逞 中共机关报人民日报以终生的名义 发表评论批评 特朗普的讲话是对香港事务和中国内政的赤裸裸干预 终生 的意思是中国之声 是人民日报国际评论的一个常用笔名 评论说 美国把香港称作是自由堡垒 要通过它改变中国内地的社会制度 这暴露了美国对中国内地进行分裂 颠覆 渗透 破坏的真 实意图 因此 评论说 这也恰恰有力地反证了中国全国人大学 并制定有关法律 坚决堵住国家安全漏洞是在避行 刻不容缓 中 国官方通讯社新华社在周六发表 新华时评说 香港作为重要全球 和区域金融中心 贸易中心 对美国也具有重要的经济价值 评论批 凭白宫制裁香港的措施损人而不利己 中国官方的英文报知中国 日报周日也发表评论批评美国干涉中国内部事物 文章提到美国目前发生的暴力行为 讥论美国政客不去解决国内问题 反而是图在其他国家制造新的问题和新的麻烦 人民日报旗下的具有强烈民族主 一色彩的小报 《环球时报》也发表评论 用它一贯的好战文峰表示 中国 已经为发生最坏情况做好了准备 评论说 无论美国走多远 中国 都会奉陪到底 美国总统特朗普周五 5月29日 就中国人大会 一一天前 5月28日 通过的在香港推行国家安全法的议案发表奖 话 指出北京的这一做法背弃了它向全世界做出的确保香港自治五十 年的诺言 用一国一制取代了一国两制 特朗普还表示 鉴于香港一 国两制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他下令美国行政当局开始取消香港 特殊地位的程序 包括取消香港的单独关税与旅行区待遇和贸易优惠 待遇 中国人大的决定宣布之后 美国 加拿大 英国等许多国家对 此表示严重关切 华盛顿智库布鲁金斯学会中国中心资深研究员代为 多拉尔 David Baller 认为 中国官媒所表达的声音 是清楚的 无论美国采取什么制裁措施 中方都会坚持在香港推行国 安法 新闻周刊引述多拉尔的话说 美国制裁的细节还不清楚 但 是 这些措施不可能改变北京的行为 不过 曾经担任美国国务院 负责军控和国际安全事务的副国务卿的安德里亚汤普森 安德里亚汤普森表示 虽然美中在香港问题上目前处于严重 对抗的局面 但外交渠道并没有完全关闭 双方还有时间通过外交渠 到解决分歧 新闻周刊引述这位资深外交官的话说 尽管双方言辞 激烈 且有网络攻击 经济间谍等范围广泛的各种问题 但我认为在 技术层面还是有机会进行讨论的 汤普森说 外交是需要时间的 你要从某个地方开始 就得从那个地方开始 中国不可能一直站在 关闭的门后面 根据中英1984年发表的联合声明 中国政府将 确保香港本身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 维持50年不变 邓 小平在1990年会见香港大亨李嘉诚的时候 对此做出了更加明确的 保证 说既然50年不变 50年之后就更没有变得道理 香港 民众普遍担心 中国在香港实施国家安全法之后 有关删颠罪删 动和颠覆政府罪的界定权 完全在北京手上